一起火烧车事件是在高雄 有位蔡姓女子 她当时就发现呢 她这一辆14年的老车 有一些异常的震动的状况 她赶紧把车子开到了修车厂 要来检查 她把车子交给老板之后 就到附近用餐了 而这修车厂的老板 她在检查的时候发现 怎么引擎盖好热 之后她就车子的底盘 窜出了火苗 为了避免波及到其他车辆 她赶紧将车子移到修车厂外头 没想到车子才开到路口而已 整辆车就起火燃烧了 甚至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吓坏了不少路人 而锦销据报之后 也赶到了现场 立刻扑灭了火势 还好没有人受伤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 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